哈喽宝贝们 这一期来跟大家比较一下 加布莱尔的两支香水 原版和天性 这两支香水的差别会在哪里 我那天去参观了在上海举办的香奈尔的香水展 真的是被整个场馆的布置给惊艳到了 所以我要把这两支香水再拿出来吻一下 我们先来看加布莱尔原版这一支 它的前调就是酸酸甜甜的橘子果肉和黑加仑 香气扩香非常的明亮 三分钟之后香感才会慢慢的往下走 你会闻到很柔软的层层叠加的婉香芋 橙花和茉莉 还有一点点小性感的依兰花 整个花香的感觉是特别的轻隐跳跃 香感既年轻活泼又性感 尾调的檀香木和鱼尾根 会让整支香感显得特别的独立而A萨 所以这支香气你是日常上班都可以驾驭的 我们再来看天性 天性就是在原版的酸酸甜甜的基础上 它加入了大量的苦橙液 会把整个前调的甜度降低了很多 在裹香的两分钟之后你才可以闻到花香 这里面所用到的碗香芋的浓度是原版的10倍 所以你会觉得它的香感是更加的蠢厚 就好像你是躺在整片的白色花床上 尾调的檀香木和香草会让整个花香来得更加细腻而柔美 更加适合晚上来穿这支天性 很有女人味 如果宝宝你不晕白花能够接受甜甜的花香的话 那加布莉尔一定是性感的首选 上班的话选原版 约会可以选这支天性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还有什么香水想要测评 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留言 拜拜